1月底法国经济部长表示全法国境内的保险公司已经收到了超过1万份的涨水赔偿申请书 虽然说在法国冬季涨水人们习以为常 但是毕竟小巴黎在1月28号出现了5.8米的高水位现象 这虽然和1910年的8.6米高水位没有办法相提评论 但是卢福公和各部委等办公室早早进入了随时准备撤离的戒备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部门的存在的话 那么小巴黎水会起码还要往上涨50厘米 这个部门平日里无人问津 但是涨水时备受关注 它掌管着巴黎上游的四个蓄水库 总量达到8万厘方米 两个水库已经达到了西纳的峰值 但是剩下两个水库依旧进行着西纳的工作 塞纳大湖的土地治理部位于距离巴黎182公里的托 该部主任对塞纳大湖对于东浪下汉的调节进行解释 那里有几股在冬特币谈则 在冬特币谈期间在冬特币谈则 可以在冬特币谈涂 要保险医培之潟 要保险地递较几重 加上涨陆的汤 得较水旺的汤 要保险取出了水汤 几次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前往附近的塞纳水库一探究竟 《Foray d'Orient》 封面灯的大汉溶水上甜的周围 和封面灯的老汤 的浅秤的禄 三千代底屋溶水扭的重量 我们的领备丁细的浅水和尘尼的沙尔沙 塞纳大湖服务处处长对水库治愈巴黎市的重要性评价道 水库自建成以来不仅调节汗烙 还庇护着众多冻植物 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赛事 例如马拉松、自行车、水上运动等 我们在路上偶遇了湿地保护机构的负责人 水与城市息息相关 国际都市大多面临治水问题 塞纳大湖和中国正在进行多项合作 就此服务处处长介绍道 我们有一个棺材的历史, 这一条的棺材 很像很重的棺材 这一条棺材 是由于我们的同学们的供应 今天,他们会讨计多了 是有的棺材 这就是一条棺材 当地里的棺材 它们要避免得在这地方 在一个地方派人的组合 在一个公司的航迹 而是最终的棺材 在一个棺材 就是这种我设法的棺材 和棺材的棺材 在这些人的关系,我们都会在关系的问题 对了这些人的关系 有关系的关系,在中国的关系 有关系的关系 有关系的关系,在中国的关系 尽量的关系,在我身上的关系 这些关系,在中国的关系 有关系,在中国的关系 但这不是一种欧洲的关系 而是中国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关系 我们可以问一下,在美国的关系 这可能是一个关系 发广记者 王宁南 突话报道